M24轻战车在设计上可以说得上相当成功了 然而它的火力在逐渐进化的环境下已经显得相当贫乏 虽然这不影响该行车执行侦查搜索等普通任务 但美国陆军仍希望轻战车火力能够恢复回 在短距离交战时足以自保的威力 因此美陆军开始发展一系列新式战车 M41轻型坦克便是其代表之一 退役的M41回厂翻修后开始大量支援到各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就包括台湾 不仅如此 台湾还是M41战车海外用户中采购数量最大的地区 前前后后共接受了700余辆 并装备于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中 自1960年代起 M41一直在台湾陆军中担任装甲部队的主力 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退役 退役了但并没有完全退役 还有一部分M41被升级为了M41D轻型战车 部署在各打击旅装齐连使用 M41D在台军轻战车部队逐渐成军后 成为了台军仅存的轻战车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M41D轻战车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 既可以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 自1958年起台湾陆军总计接收了700辆M41AR A3轻战车 以及300辆左右自行修改M48A3战车 组成各种装甲铝战车群以及战车营等 1975年台湾开始尝试研制仿造M41车体 1976年正式仿制了一辆M41名为国造六五式轻战车 在炮塔两侧加装一层抗弹钢板 履带加装大型侧裙 主炮则是自制的M32型76口径战车炮 炮口支推器采用弧形支推器 而不是当时制式的T型支推器 此次仿制较为成功 为日后升级M41D轻战车铺好了道路 自1980年代起就传出台军有意向欧洲国家采购M41轻战车的改良套件 也有采购新式轻战车的构想 但因国际政治形势以及经费不足等原因而没有实现 美国在1990年代初曾同意出售700辆M8AGS取代这批旧战车 但因为报价过高而没有落实 1996年发生台海导弹危机 如何让这些老旧的战车维持战力 成为当时陆军的重要事项 台湾政府紧急编列了7.2亿美元的紧急加强战备经费 计划将700辆M41A3轻战车中则优选择400辆进行升级 而M41D轻战车计划在当时被陆军列为优先项目 但是原型车推出后陆军的需求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除了在1990年代初 战发中心完成了450辆CM11的生产 将100辆M48A3升级为CM12 并于1992年从美军购买了160辆二手M60A3TTS 又于1996年导弹危机后增购了300辆 两批共和460辆M60A3TTS 连同之前生产的CM11及升级成为的CM12 陆军装甲部队已配备上千辆主力战车 此后实施惊识案 削减陆军规模 陆军大部分单位亦已编制主力战车 M41轻战车的存在价值已经视为 其改造规模因此需重新评估 虽然M41D轻战车在技术上符合当初设定的要求 但陆军购入大量主力战车及进行改组后 使得改良旧式轻战车已成为过失方案 改良计划获批出的金额也被大幅缩水 最终只选择了对50辆M41进行升级 相当于象征性采购一营的M41D轻战车 作为对耗资数亿元的M41延售计划给个交代 由于规模被大幅缩减 整个升级计划在2000年初已经完成 这么说M41D轻战车也算是个00后了 虽然陆军装备了经升级的M41D 但台海军陆战队仍持续使用未经改良的M41A3 直到2010年 直到2011年才由陆军移交的M60A3TTS替换 海军陆战队为何当初没有加入计划 采用M41D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答案 虽然M41D轻战车属于00后 但是它的性能却多多少少让人有些堪忧 在台海军对比如此明显的今天 我们谈起台军的陆军主战装备 特别是现代陆军装备的核心坦克 很多人称台军装备的坦克就是活着的坦克博物馆 跟二战时期的M41相比 两者简直就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 所以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强弱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 M41D可是一个00后 虽然跟二战时期的战车相比性能的确有些优势 那么跟现在的一些战车相比的话 恐怕落后的将不止是一点点了 M41D的动力系统以柴油机取代汽油引擎 最大出力405匹马力 最大净扭力为1250磅每英尺 虽然柴油发动机的最大马力 较汽油发动机少了100匹 但柴油引擎较原先汽油引擎省油 加上油箱容量由原先的530升增加到了760升 所以M41D作战范围从160公里增加到了450公里 最大爬坡60% 全车总重25吨 长8.212米 宽3.198米 高3.075米 操作人数4人 射控于火炮系统使用德州仪器的CVTTS夜视射控系统 取代原有的M41A3型光学瞄准仪器 并将原本M41A3的机械式弹道计算机更换为数位式 配备夜视射控系统后可以进行全天候作战 驾驶席的M19红外线潜望镜 更换成国造T85星光夜视镜 火炮规格仍维持76毫米 但改装成M32K1型76毫米口径线堂炮 可以发射更高堂压的炮弹 该炮引进以色列制M464易吻脱壳穿甲弹 出速达到每秒1400米 躺线28条右旋 在2000米的距离可以贯穿45度角的250毫米钢板 主炮左侧的美造M1919A411 7.62毫米同轴机枪 换成国造T74V7.62毫米同轴机枪 M32K1 76毫米炮 另可发射M339穿甲夜光弹 M496高爆穿甲夜光弹 M352高爆弹 以及TC99训练弹 在炮塔两侧还加装有两组T85榴弹发射器与储存盒 可发射TC83人员杀伤训练弹 与M76防红外线烟幕弹 所谓改进的M41D 虽说是对M41的脱胎换骨 但是坦克的炮塔和火炮都没有稳定器 也就是说 这车既不能动对动 更不能动对静 就连静对动都有些勉强 作为一种需要机动作战的轻型坦克 虽然M41D的机动性也增强了一些 但这一弱点多少让它显得尴尬 除了少量留在装甲兵学校当教练车外 所有的M41D都交付给了当时驻守金门的2840第二战车营 后来2840改成5840 以防台湾本岛的时候 这些车也继续留在金门 装备金防部战车营 虽然在地形狭小的金门岛上 这样装甲薄弱的坦克 面对先进的主战坦克 实际上毫无生存力 但是也许是当年金门战役里 所谓金门之雄的M5轻型坦克 给台军带来的甜头至今不忘 直到近年来才将这些坦克调回台湾本岛 不过看样子 台军已经基本放弃了 用M41D对抗先进装甲部队的想法 现在的M41D已经沦为 欺负欺负空降兵和特种部队的存在 这倒是也适合它的定位 毕竟以它的火空性能 很难在现代战场上发挥作用 1999年改进M41D完成时 台军原计划 这批坦克可以延寿10到15年 然而时至2018年 在M41D诞生后的第23年 也是M41在台军服役的第60年 这批M41D依然在服役 这或许就是很多人 称台湾是活着的坦克博物馆的原因了 好了 关于M41D轻战车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